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和教宗方濟國將會透過視像電話進行第二次會晤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以及他們的女兒切爾西·克林頓 公佈了今年克林頓全球倡議會議的時間表和與會者名單 從9月18日至19日為期兩日的議程 將以美國前總統和教宗方濟國二人的專題對話開始 兩人將會探討如何應對氣候變化以及日益嚴重的難民危機等最迫切的全球問題 其他與會者包括了英國和北愛爾蘭的前首相、演員以及一名NBA名人紀念堂的運動員 這行長矣始於2005年會聚來自世界各地的領導人為全球性問題制定及實施解決方案 那些人集中在2014節的財政策中 但是等等, 每年都會進行第三次財政策